写的不是论文是 我就做的非洲民族工业发展 你后来找到那个问题的答案呢 找到答案 这个当时呢 我找到这个puzzle 就找到这个问题 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为什么国家 民可支持外资 不支持本国民族资本发展 它其实不是不支持 它是不支持大的民族资本发展 它支持小的民族企业 它的政策都是支持小的民族 租房啊 夜市小摊小贩啊 各地户的这个 各地户 它其实政府是非常保护支持的 但是呢 你不能做大 你一做到有规模 政府就各种政策卡你 那后来呢 根据分析呢 就是根据政治学原理呢 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权 它是以资本为基础的政权 还是以枪杆子为基础的政权 就是以枪为基础的政权 还是以钱为基础政权 他们在这个上有个区别 就以钱为基础的政权 它需要民族资本做大 因为这是它基础 相为基础的这个政权 它不能让民族资本做大 民族资本一旦做大 它必然和你政府争夺政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它对民族工业政策 它是限制规模 它而不是说是完全的打击 一到规模 它就要 为什么 你一到规模 你就在政治上提出要求 外资为什么不限制呢 因为外资你这样做多大 它没有政治要求 它不会威胁到你政权 所以这就是它宁可让外资干 它不让本国资本干 在中国人的心里边 对国家的民族复兴或崛起 它和别的国家的老百姓 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绝大多数国家的老百姓 没有想让自己这国家成为超级大国 中国老百姓就是奇怪 中国不成为超级大国 他会说什么 这就不正常 这肯定是上帝犯了错误 上帝没犯错误 怎么中国不是世界最强大国家呢 这是解释不了啊 是吧 这没法解释 所以中国老百姓叫take it for granted 他就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这就是理所当然 是吧 所以我们经常被人嘲笑 说中国总想做 是吧 the number one in the neighborhood 就是老想做这小区里边 这最强大的 是吧 咱们举个例子 开个玩笑 人家说啊 美国人 人家 宇航员上了天 去了太 月球了 苏联人 宇航员也上了天 也进了月球了 然后碰巧了 两人碰一块 他们凡是到了月球啊 得插一个旗子 插个美国国旗 是吧 那是插个苏联国旗 两人说了 这也没人了 咱俩别争了 咱俩争什么呀 咱俩把美国国旗和苏联国旗 咱俩插一块 挨着 哎 这俩特友好 是吧 就咱俩 咱俩插 怕俩一插 插不下去 哎 这怎么回事 怎么插都插不下去 说扒了看底有什么 一扒了 哎呦 找出一把插壶了 这个美国人跟苏联人 哎呀 这中国人什么时候上来的呢 这也奇怪啊 这事 是吧 那个美国人比这苏联人聪明 他说 你看过中国杂技吗 他们个矮 轻 肯定是一个一个一个 驮上来的 是吧 他就是 他们这个讽刺 中国人就说 中国人呢 老想第一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想跟大家说呢 就说 中国人老是说 什么事我早就有 你看 你比如说 我们一说什么 我古代我就有什么什么了 是吧 老是怎么 古代就有什么了 那就这意思 那么我想说 中国的这种文化 不是老百姓自己 他天生的 他是这个国家历史决定的 最近基辛格写的那本书 叫做 On China 就是论中国 他说中国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 文化延年不断的大国 他为什么说这样 叫独一无二 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个文明骨骼 延续至今 延续至今的只有中国这一个国家 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文字没有 文化的最基本的载体是文字 摩尔王国 梵文现在指宗教用 不是生活中的语言 拉丁文是死文字 拉丁文现在干嘛是 生物学里用拉丁文来标志那动物的名字 是为了避免 然后不同地区的动物用的名字 不一样 大伙混淆 所以你看动物元那个牌子上都是一个英文一个中文的一个拉丁文的得给你 这个窃行文字 是吧 窃行文字也是死文字 是吧 埃及 埃及帝国没了 埃及是很强大 埃及帝国没 就是一个帝国能够死而复生 是吧 像中国叫做什么 分酒必喝 喝酒必分 一会完蛋了 一会又复兴了 一会完蛋了 他就好几次 他说这是唯一一个例外 是吧 这个例外的认识不仅是他 美国的外委会的就上届外委会的主席海德也是这么说 他也说他说这个国家历史上多次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那么这样的我想说就是说对我那个说那句话呢 之所以被引用多他们就是人 在中国确实老百姓的这个mentality叫什么呢 叫做观念中间他和外国人是不一样 他就认为中国就应该强大 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敢对老百姓说咱们得现实一点 咱们超过美国那是不可能的 你只要这么说老百姓说 你超过不了美国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可能的 你下来我上去就能超越 是不是 他老百姓不接受啊 他说 为什么叫我这辈就不行了 为什么我们祖宗就行呢 是不是啊 你说为什么祖宗就行呢 为什么咱们就不行了 是吧 我那小孩也特奇怪 那次他们讲四大发明 回来说 爸咱们祖宗这么聪明搞这个四大发明 怎么咱们就连多本奖都得不着了呢 现在 他就不能 他就不能接受 你说为什么什么都不会 就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历史 就因为中国多次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老百姓他无意识认为 我就应该是 我不是就不对 就这有意思 是吧 所以 这样的你就能够理解 现在说的民族复兴 跟我们崛起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天然要求 没有道理 这里边 如果对 Ukraine的 honoring 日判断机组织织 continue 它是确实 它是明明的 that Putin 已经成立了 一切 贾对 而你必须找你自己 为什么他为了 为什么他择下来 为了他择下来 这国真的在内补 他真的认为 那义取关系 那义取mbaki 联系ologist 最后一时 他爹 felt 他不懂得 他没有办法 让台湾 上大石 在楼西兰 他真的认为 那样的 ethnic 他写了过关于他们的文化 他写了过关于他们的文化 那你读得 Nostradamus meets Russian Wikipedia 我认为 那不是什么它是关于 我觉得 他在乌兰之上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 他在乌兰之上 因为在乌兰 他们有标准的折标 在乌兰他们有标准的选择 每年那乌兰 不一定很容易 向自由和禄离 和開店開放 他拒絕了 例子的 Ukrainer 和他拒絕了 的迫迫向他自己 因為在普通的Russia 你被捕捉了15年 只為呼籲 一陣營 一陣營 如果你站在普通 在一選 你被捕捉 或捕捉 而是正確 這是甚麼事 而是正確 因為 Ukraine 和Russia 他們有這麼 historically close 他已經被恐怖 的影響 的那種 的模特兒 上他 和Russia 他在完全焦炸 過一種 所謂的 靈魂 在紫尾 自身上 這是為何 他在嘗試 這麼暴力 把威脅出 的火力 在Ukraine 這是為何 是這麼 重要 他